南北亚局势目前是持续的升温对立 尤其是在过去三天的双方是不断的口水战 就这个无人机入侵领空 双方是剑拔弩张 那么刚刚是传出最新消息 那个南韩是已经 军方方面是已经证实了 稍早北韩已经是在南北韩边境的 这一边的道路跟铁路都是已经开始开炸 就等于是说意图要跟你切断 我们南北韩之间的交通连接 那我目前确定知道的是 已经确定的爆破作业是在南北韩 奔界线的以北这一块 然后是金益线和东海线铁轨这一边 然后是铁轨和道路是一次奔头的双开始开炸 然后目前的南韩军方是表示 正在密切的强化监控与警戒 那么其实最近双方升温的消息 包括这个炸铁路的讯息 其实昨天的南韩其实也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那么包括不仅是要开炸道路之外 觉得好像我们关系更加的破裂了 包括目前它也是研判了 不仅一连串的动作 可能还包括这几天要特别关注 是不是会借这个时机发射人造卫星 以及其他未指定的小规模挑衅动作 那么持续的对南韩施压 那么目前南韩军方也正在是严正以待 虽然目前国家警报和危机状态 是没有提升的状态 不过南韩当局今天也是做出指示 要边境的士兵是特别的提高警觉 那么一旦北韩士兵这边也是剑拔弩 一旦对方有什么其他的动作的挑衅动作的话 是可以先斩后奏的 这一部分是授权给边境的士兵 那么目前包括南韩这边也是在分析 包括这几天的传单内容 他们最新研究一步派出 根据这个传单和无人机看来 也怀疑这个北韩是不是由北韩自导自演 来操作的来挑衅升温 故意要知识 那么目前双方是各说各话 但是不容小觑的是东北亚火药库 现在真的是火药味浓厚 包括接下来包括美方 还有日本也是都在密切的关注当中 包括最近尤其是南韩总统以齐悦这边 他的支持率也是比较低 那么南韩没有分析说 是不是借由这个来分析国内焦点 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以上是最新请示发展 科文哲相关的账目也云言 稍周开现在爆料他的贴身的状房橘子